HELLO 大家好我是Emily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从日本引进的这个FTA口薄鲜球 那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产品呢 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形态改变 我们可能一周会去采买食材 可能一到两次的这个情形去买一些 我们所需要的新鲜蔬果等等的 那我们通常存放在冰箱 但是不免还是会有食物会发生腐败的这种情形 甚至会有恶臭的产生 那这样就会导致我们也有浪费食物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改善这个情形呢 因为其实食物它们会氧化会腐败 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在熟化的过程会产生乙烯这种气体 那今天我们呢就是利用薄金醋煤 这个薄金这个特殊的稀有金属 它能够去分解乙烯的这个功效 进而达到让食物的保鲜皮可以拉长 也可以达到除臭的效果 那我们这个日本原厂他们是使用专利的这个技术 把我们的这个薄金去连接在我们的这个二氧化性上面 它这个是有一个奈米级的这种多孔性均匀的这种小孔洞 有4奈米的这个孔洞大小 那因为它这个多孔性的这个特殊材 能够让它的接触面积多达1300平方公尺 相当于是5个网球场的这个接触面积 进而去发挥它最大的这个功效 那我们这个商品呢其实有三个主要的特色 第一点然后就是维持它的鲜度 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薄金触眉 它把乙烯就是说会让我们食物氧化的这个气体 分解成二氧化碳跟水之后 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也能够抑制我们蔬果在氧化的这个情形 进而有点像是让蔬果有达到一个休眠的这个一个效果 维持我们食品的这个保鲜程度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比图 其实我们从新鲜的这个叶菜类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它确实能够延缓这个食物腐败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是日本食品研究室 他们所做的一个测试 我们的乙烯浓度其实在不到两个小时 就可以降到原本的50%以下 那这个产品呢也已经有量产运用在日本蛮多 旗舰型顶级的冰箱中 那这个产品的第二个特点呢是它的抗菌力 就他们做的这些实验结果发现说 其实它还有可以抗细菌增菌的这个作用 我们看到这个吐司的对比图 其实吐司放久了之后也是会长霉菌 那在常温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有放薄鲜球的情况 也能够抑制这个霉菌生长的速度 像是比较容易会引起食物中毒的一些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等等的它也都有做过相关的测试报告 确实是能够延缓这个细菌滋生的情形 第三点是它的除臭力 因为呢像我们放在冰箱的像新鲜的鱼类 它其实是会产生一种三甲胺的这种新臭味 那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呢 我们的这个薄鲜球也能够抑制这个臭味的滋生去减缓分解这个臭味 那包括说硫化氢胺等等的这种二臭味 它也都能够做分解 在日本的食品研究实验室中 他们委托测试的各种就是可能二臭味的来源 像是刚刚提到的硫化氢就是我们如果蛋腐臭以后的这个味道 或是说胺啊是像一些食物垃圾放久以后的一些腐败味 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三甲胺等等的臭味相关的这些测试 他们都已经有做过确实是能够有效的分解 甚至是去抑制这个异味的产生 那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像我们刚刚有实测过的一些常温的状况吐司的试验 或者说放在冰箱针对我们的蔬菜水果等等的 都可以就是达到很好的保鲜抑制它腐败的这个情形 那因为其实我们这种多孔性的材料 它是没有使用期限它是长期都是可以做使用 不过就是说我们建议是一年做一次更换 因为我们久了可能会有灰尘水汽等等的覆盖在我们多孔性的上面 进而去影响到它转换的这个机制 不然的话其实它是可以使用很长的时间 对大家来说CP值非常的高 那它其实也不像活性看说可能吸附过后它就会达到饱盒 很快需要做更换 那原则上我们这个这个触媒呢 它是可以一直去做分解乙烯的这个效用 那也不需要插电不需要用到电池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后面也有一个实时监控的一个测试影片 它这是我们从2月11到2月21这10天做的一个测试 可以看到说我们针对蔬菜针对我们的花卉甚至像我们的这种草莓 它会发霉的这个情况其实10天就会有很大的这个作用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们 我们有三个颜色分别是白色蓝色跟绿色 那如果想了解更多资讯的话也可以从资讯栏中得到更多数据的取得 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